英式国防军事早报4月13日公布了运20大型运输机壮观一幕 干扰弹密密麻麻从高空喷泄而出 网友十分惊喜直呼天女赞花 运20是中国研究制造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 于2013年1月26日首飞成功 该机作为大型多用途运输机 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 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 与中国空军现役1276比较 运20的发动机和电子设备有了很大改进 在重量也有提高 短跑道起降性能优异 值得一提的是 运20自服役以来多次出国执行任务 例如飞复汤家参与救灾 以及飞复塞尔维亚运送军事物资 在4月9日4月10日 各有6架次运20抵达塞尔维亚 为塞尔维亚运送FK-3地空导弹系统以后 当地时间4月11日 航空查询软件Flatradar24的信息显示 第三批6架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穿越土耳其领空 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时表示 为落实中国和塞尔维亚双边合作计划 中方近日派遣空军运输机 向塞尔维亚运送常规军事物资 这是中赛双方年度计划内合作项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